OK 兄弟们最近看兄弟的这个地府神木灵的这个阵容看着有点 有点上头啊 对面这个是个复战队啊 这一把这一把对面应该这个这个指挥阵容都不差呀 对面复战队女儿大弹国标 关键犯的话两个地府两个神木灵 开了一把雷阵雷阵的话小克5% 对面的话女儿村有一所 关键犯的话开局先点对面的一个女儿村 有一把血雨没有能够砸出来 把点倒地面女儿村 关键犯的话可能会给化身打一把雷阵 看一下能不能抢到对面的一个一所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这个队友的话是哪个区的复战队 我忘记了反正是个复战队 两个地府两个神木灵 第二回合压对面的一个物理系 前面的话千万不能被点 点倒太多啊 关键犯的话 对面有女儿村也没用啊 关键犯两个地府啊 对面只能够争一个 第八回合的话 关键犯地府延三小时完的话 对面有点没有办法 对面指挥的话 直接点关键犯的一个神木灵 他这个一个血雨单砸一万点血 为什么别的神木灵 我感觉没有砸这么多血啊 为什么他的神木灵可以砸 砸一万点血啊 有雷阵的话 也不能加这么多吧 点倒对面的一个打成官府 两回合点倒对面两个 就关键犯这个队伍打顺风的话 基本上小死丸是不会失手的呀 就是你起来两个地府一起给你 一起给你挂 就是我没有见过两个地府 同时给一个单位挂小死丸 不中的情况 那一到八回合 对面一旦有两个单位 中小死丸倒地 他能砸对面砸一万点血 这就有点过分啊 兄弟们 这个是真过分了呀 我看那个一半的 他们那个神木灵的话 为什么只能砸个六千多 这妈能砸对面砸一万的血 第三回合点对面三个单位 化身色色发抖 神木灵单砸一万 兄弟们 化身现在色色发抖 三回合点三个 化身色发抖 虽然说没有石头拧青宝宝 比赛第四回合 死神取业 换身法 OK 下一回合的话 捻 下一回合捻把血雨 而且神木灵比对面化身要快 那化身怎么办啊 捻把血雨 地府的话可以挂色魂 就一个地府挂色魂 对吧 女儿村直接辞 没有选择金 直接辞 一个 丢魂 一个挂色魂 小死丸挂 怕对面金 小死丸挂 怕对面金 女儿村啊 这把油 没有点化身 有点可惜啊 这把小死丸的话 应该是点挂在对面女儿村 女儿村被顺罚给换倒了 这年年年把血雨 砸空了就有点可惜啊 比赛的话第五回合 独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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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的话地府 下了一下三害 独一副的话刘英爵 要三分银的话 比对面的辅助门 门派要快啊 加了一把刘英爵 比赛的话第七回合 下一回合的话 年把血雨 对面的话鬼手拉拉 女儿村 这回女儿村应该是金 女儿村金化身火 金完之后的话 可以看风 小死丸的话也不太好挂 不过可以甩无间地狱 诅咒的话直接要偷化身啊 你要把诅咒 你要把诅咒加射魂啊 射魂 我找这血雨 这血雨砸一万点血 兄弟们真的 一个九千八 一个一万一 兄弟们真的 那这有点过分了 对面点关键帆的神木铃 关键帆神木铃血也多啊 对面少的伤害也高 但是关键帆这个血条 就没就没 没有怎么动 你看没有 你才是七回合 那点倒神木铃之后的话 那也还行 对面可以炎小死丸了吗 对面这少个人是什么意思呀 对面打着打着来把天外飞升给飞升啊 兄弟们 卧槽 这打着打着为什么少个人了呀 兄弟们 这人呢 见会 打着打着神木铃不见了 兄弟们 这就过分了呀 打着打着关键帆直接禁掉对面一个神木铃 一看不行啊 这么神木铃被点掉了 直接把对面神木铃给禁掉 兄弟们 玩过那个什么 英雄联盟玩着荣耀吧 直接把对面神木铃给禁掉 有本事再把对面的大弹光斧给禁掉 就对面这也不容易啊 这都没放弃 直接给对面神木铃禁掉之后的话 出现了一个四打五的一个情况 关键帆的话 直接换顺发了 你们说对面这个神木铃去哪里去了呀 兄弟们 怎么打着打着神木铃不见了 这个 这种情况我第一次遇见 难道是神木铃在直播 后被疯掉了 比赛的话第十回合 关键帆的话顺发一波 这边的话还有四回合 对面这兄弟也猛啊 也不放弃啊 你看没有 四打五啊 这 这能赢兄弟们 两个地府啊 一个挂大弹光斧 一个挂女儿村 哈哈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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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跟我说对面4打5可以赢啊兄弟们 4打5可以赢的话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4打5可以赢啊 5打5可以赢啊 滚车翻的话直接栓研 总共就四个人栓研了两个单位 好吧那咱们就可以下集再见了 再次准备 四五回合啊 咱们下集再见啊兄弟们 咱们下集中 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